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,糖尿病的患病率在全球正处于快速上升期,至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线烂性疾病,我国的糖尿病发病率去猛攀升。 快病人群已达到1.14亿,中国已经成为名副歧视的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,糖尿病患者每天打胰岛素,这样的生活的坚持十年,二十年,有多困难? 数据显示,近似成患者不完全按医主使用口服降糖尿物,超过一万糖尿病患者不能坚持使用胰岛素,如果每日用药能变成每周用药,是不是就轻松多了? 对于中国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而言,一周一次的注射用酱糖尿真的来了,需要强调的是,新药病不能替代胰岛素。 我一名教授解释,大众千万不要误解,以为用了新药,胰岛素就完全不用打了,两种药物的机制不同,各有各的适应症,对于胰岛功能差,或者已经没有胰岛功能的患者,胰岛素是必须使用的。 人生女性,也只能使用胰岛素,对于部分二性糖尿病的患者,胰岛功能稳定,可以使用一周注射一次的新药,与胰岛素联合使用的话,也能减少平日的用药次数,两种是互补关系,并不能完全替代。 有关注射剂药物的保存和注射要点,经历龙教授给出建议,注射剂要避免刚能以及阳光照射,不用的药可以放进冰箱。 胰岛素要不能冻住,建议可放在冰箱的门上。 注射时,要注意消毒,否则容易感染。 更要有进化的注射,别总是顺手注射在同一个部位,吸收不好,也可能出现皮下有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